各位觀眾大家好,又是明報530新聞時間,今天是5月24日,星期五,歡迎收看。 溫哥華White Caps 明天將會在BC體育館認清國際邁亞密隊 Inter Miami 球賽原本的亮點就是被球迷入場欣賞世界著名球星美斯的風采。 但邁亞密隊昨天公布,美斯及球隊的幾名球星不會隨隊前往溫哥華應賽, 引起所有球迷的不滿,並在社交媒體上帶視抱怨主辦方的安排。 White Caps 昨天下午透過聲明表示,美斯、蘇華雷斯、布斯基斯將會決陣明天的比賽。 聲明也強調,球會明白有很多球迷會大感失望,但球會仍然致力透過這次球賽為所有人提供一個特別體驗。 而比賽當日場內所有餐飲都會以本家出售。 18歲以下的入場觀眾更可以享有一份免費的兒童餐。 但這樣並沒有平息球迷的怒火。 不少球迷更在White Caps 宣布這個消息的鐵文上抱怨。 有網民表示,美斯沒有受傷都懶得出賽,簡直是一個笑話。 另外,也有人指White Caps 因為這些球星可能出賽而提高門票的收費, 所以球會應該要退款給那些以高價買票入場的球迷。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嘈雜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曠永明小姐吧! 她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有超強減雜音功能。 在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在,延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Vancouver First Reality,街壁地產,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ing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高桂林一名車主的電動電單車被盜竊。 所行車主在車上安裝了GPS追蹤裝置, 加上一名警員的銳利眼睛, 失車最終迅速被尋回。 高桂林騎警今日指出, 警方在5月14日接到塞車報案。 由於車主在電單車上安裝了追蹤裝置, 所以他在報案的時候為警方提供了GPS定位, 警方亦隨即派員到現場尋車。 到場警員一開始沒有馬上找到塞車, 直至其中一名警員看到草叢裡有反光物件, 才找到這部被藏的塞車。 警員亦迅速確認, 塞車的確是屬於報案車主。 車主對高桂林劇警表示感謝, 並指當他向警方報案之後, 警員很快就到達現場, 並找回塞車。 自己亦非常高興可以找回自己的電動電單車。 劇警表示, 這個是警方在任何財物罪案當中, 所希望見到的結果。 而車主在電單車被盜之後, 所作的每一步都很適合。 包括在意識到車輛被盜之後立即報案, 以及盡可能向警方提供任何可靠資訊, 協助警方尋回塞車。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 來Lansa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北美治流治療中心, 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 治療過期肝門直腸疾病, 包括痔瘡、外治、混合治、 鋼瘤、鋼裂、鋼裂、鋼裸、 鋼裸腫腫等。 創始人陳國義院長的國義肝腸療法, 運用微創, 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指, 徹底根除病患, 不會產生任何後遺症。 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 溫哥華家人隊日前在史丹利杯季後賽次圈的關鍵賽事, 以2比3戰敗愛蒙頓游人隊。 溫哥華市長沈觀健昨日願賭復書, 並在市議會大樓門外告掛了游人隊的對期。 沈觀健在次圈開賽前向愛蒙頓市長索希下戰書, 表示輸家需要在各自的市議會大樓門外 高掛對方球隊的對期和村上球衣。 由於介人隊戰敗, 沈觀健在昨日西岸決賽的首戰, 分享了市議會大樓外高掛了游人隊對期的景象, 並為這對季後賽唯一生還的加拿大隊伍打氣。 溫哥華消防局也在消防車上掛起游人隊對期, 並祝願游人隊能將士丹尼貝帶回本國。 被市省長尹大衛也在本月初接受亞省省長史密夫斯下戰書, 輸家需要穿上對方隊伍的球衣, 在省議會宣讀贏家準備的一份聲明。 8家店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在5月26日星期日, 8家店將會再次聯成The Big Fan舉行指唱廣東歌歌唱比賽準決賽及挑戰賽。 歡迎任何人士報名參加挑戰, 詳情請訴QR Code報名或了解更多。 8家店,情懷不變,老地方見。 為了避免與對手打擂台, 競爭局調查兩大超市集團涉嫌操控租約。 加拿大競爭局已經對超市連鎖集團LoveLoss 和Sobie的母公司展開調查, 認為這些連鎖超市存在反競爭行為。 Sobie的大老闆說調查是非法。 聯邦法院的文件顯示, 競爭專員在3月1日就啟動調查, 說有理由相信這兩家公司用所謂物業控制手段 來限制零售雜貨業競爭。 他們與商場簽署遭任合約的時候, 特地加入排他性的條款, 限制其他潛在的競爭對手打擂台, 阻礙超市競爭。 競爭局在今年2月披露對超市行業利用物業控制手段的調查。 當時副局長杜羅切和國會說, 物業控制既可能成為獨立雜貨店和連鎖店擴張的障礙, 亦有可能成為外國企業進入加拿大的障礙。 蘇比的母公司Ampire對調查進行反擊, 向法庭遞交,文件辨稱。 聯邦政府已經對雜貨定價和零售商行為進行公開批評, 還要被競爭專員介入, 令後者工作看來欠缺獨立性。 納羅斯的發言人托馬斯亦表示, 納羅斯的母公司正是配合競爭局的審查工作, 限制性協議在很多行業都很常見。 巴撥零售業, 他們有助於支持房地產開發投資, 鼓勵開設新店和資本風險承擔。 競爭專員向聯邦法院提出申請, 要求M-Pi集團和Lubros交出有關物業持有、 造任協議、客戶數據和其他紀錄。 溫哥華明天5月25日星期六天氣預告, 日間多雲,早上六成機會有趙雨, 氣候變為晴間雲, 氣溫最高15度,晚間多雲,氣溫最低9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明豹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這條片的記得按LIKE和SHARE這條片。 加拿大稅務局在2024年預算草案裡, 他們獲得新的審計權力, 令稅務局的審計師或調查員, 可以搜集上方保檢, 令到納稅人在回答稅局問題的時候, 如果說假話的話, 就會變成觸犯提供假證供的刑事罪。 而這個罪名一旦成立, 最高的刑罰是監禁14年。 聯邦政府的2024年預算草案, 增加了這條款就是, 授權加拿大稅務局在要求納稅人親身面談, 或者是通過視像會議面談, 又或者是以稅局指定的書面形式回答問題的時候, 稅局是可以要求納稅人先宣誓作出保證, 又或者是提供宣誓書, 然後再回答稅務局人員的問題。 多倫多一家律師留的律師就說, 通常情況下, 當一個人要先宣誓, 之後才可以作出陳述的時候, 他們就會明白到, 如果他們作出虛假陳述的話, 就有可能面臨作假證供的刑事處分。 加拿大稅務局到現在都還未澄清, 他們會不會以假證供罪來起訴納稅人, 又會不會在其他訴訟程序裡面, 使用納稅人的宣誓聲明, 又或者在一般情況下, 究竟他們怎樣使用這些證據。 而作為假證供的定義就是, 當事人提供了虛假陳述, 當事人知道這個陳述是虛假的, 當事人是有意要誤導他人。 現在還不清楚, 財政部為什麼要被稅務局這麼廣泛和嚴厲的權力。 預算草案也沒有指出, 加拿大稅務局目前究竟面臨什麼挑戰, 也沒有說明財政部想通過這個措施, 究竟想解決什麼問題。 財政部授權稅務局的同時, 也沒有明確說明, 行使這些新權力的限制條件。 譬如說,要保證當事人是在不合規定, 或者他的可信度確實令人擔憂的情況下, 才可以動用這些權力。 在沒有這些限制下, 最終就可能導致對納稅人不公平。 稅務律師就建議, 當納稅人要去接受稅務局審計調查的時候, 現在最好是聘請稅務律師作為顧問, 以避免日後不必要的法律問題。 聯邦健康及成癮事務部部長薩克斯, 日前拒絕了多倫多市的毒品合法化申請。 現在他解釋拒絕申請的原因, 就是多倫多對擁有非法毒品合法化的主張, 是缺乏限制和市衛生部門拒絕對申請做出任何改變。 他說, 市府的申請是不包括對年齡的約束和一個人擁有毒品數量的限制。 多倫多公共衛生局發言人也發表聲明說, 他們的部門是在5月17日知道鄂泰華決定拒絕他們的申請, 同日這個決定被公開宣佈。 發言人說, 毒品合法化只不過是一種幫助消除護理障礙的基於證據的政策工具。 2022年1月, 多倫多市衛生局第一次抵交毒品合法的申請, 在2023年又對申請進行更新。 多倫多的申請不單是尋求將個人擁有的所有受管制的毒品, 藥物合法化, 而且是沒有對一個人擁有毒品的數量設定限制。 現在整件事看上來好像是解決了。 不過大家要分清楚, 申請被拒絕和自行撤回申請性質很不同。 不肯撤回申請, 意味著多倫多市政府仍然認為毒品合法化是合理的。 安省病人因為擔心被自己的家庭醫生除名, 而去醫院急診室求診的現象日益普遍, 導致急診室沒有辦法不處理非緊急病例, 並且破壞對家庭醫生至關重要的護理連續性。 有時病人到急診室只是因為喉嚨痛、發燒、寧院等8小時。 註冊護士貿易在安省倫敦一間醫院的急診室工作。 他說,有一個繁忙的夜晚, 他在婚診服務台工作時, 有一位婦人陪同耳朵感染的小蚊仔到來求診。 他說,我想問他們, 為什麼不去替家庭醫生? 為什麼不去免預約診所求診? 他們回答,他們的家庭醫生現在不在, 他們曾經被告知, 如果他們去免預約診所或者緊急護理中心求診, 他們將會被家庭醫生從病人名單上除名。 他說,急診室當時的後診時間估計是8小時, 但他們留下來等。 他說,不幸的是,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安省衛生廳指出, 一名病人到急診室求診, 並非衛生廳將他們從家庭醫生病人名單上除名的條件。 不過,如果病人接受超過一個醫療服務機構提供護理, 例如到免預約診所求診, 醫生可以決定將這名病人除名。 萬錦多福醫院家庭醫生科主任格里爾醫生解釋, 病人註冊系統在他的診所是怎樣運作。 醫生是按病人來收費的, 無論後者求診次數是多是少。 但不少安省居民不想冒失去家庭醫生的風險, 便選擇前往急診室求診。 對此,貿易指出, 圍繞著這個議題的混亂導致急診室充斥了非緊急病例。 這些病例原本可以去其他地方接受治療。 他說每天都有尿道感染、流鼻水、喉嚨痛和發燒的病人進入急診室。 他說他們確實是需要治療, 但不一定需要去急診室接受治療。 作為病人最好搞清楚, 問清楚自己家庭醫生, 再確定自己應該怎樣做。 英國控告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職員等三名男子 事業協助香港情報組織。 案件本講時間今天也就是24日下午在倫敦法院再提堂。 案件將於今年10月25日再提訊, 並安排在明年2月審訊。 由於案中被告之一, 特里克特已經失望, 控方終止對他的起訴, 餘下兩名被告繼續獲盡報息。 案件在當地時間週五上午10時15分 在倫敦中央刑事法院再提訊, 被告之一的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彪 在代表律師陪同下於朝早9點多報入法院。 另一被告魏智良也於開庭前在代表律師陪同下到達。 香港駐倫敦經貿辦副署長王海寧及助理署長胡文康 也有到庭旁庭, 但未能透過正門進入, 只能透過公眾席排隊進入法庭。 現場所見, 庭外保安未見加強, 入庭人士須核實身份, 大批人到公眾席旁庭。 被告代表律師於庭上提出, 保釋條件包括申報使用電子設備等, 會影響被告工作, 但最終法官頒出的大部分保釋條件不變。 袁重彪和魏智良歲月10月25日到中央刑事法院再信, 明年2月10日開審。 英國政府2021年1月起, 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港人, 推出移民英國簽證計劃。 英國內政部接至今年第一季, 當地一共批出20萬1千宗申請, 其中約16萬5千宗申請來自英國以外。 而接至今年3月底, 約14萬4千4百名海外申請人抵達英國。 今年首季就有1萬0700宗申請個案獲批。 英國內政部數據顯示, 2023年全年共有超過3萬7千6百宗BNO簽證申請獲批, 較2021及2022年的9萬6千4百宗和5萬7千1百宗個案減少。 英國內政部表示, 該計劃推出的首兩季, 也就是21年1月至3月及4月至6月反映最熱烈, 當時分別有約3萬3千宗及約3萬宗申請。 申請中數隨後下降, 而最新一個季度的申請中數就有約1萬3千宗。